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要出的魔风新魔界卡包有四个场景盒 每一个场景盒都包含了六张机智独特的无边框闪卡 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既精美又能够感受强者魅力 跟震撼人性的代表性场景 分别有凯兰崔尔的力量 圣窥谷之战的亚拉钢 帕兰诺平原之战的甘道夫 以及在空中率领魔多大军出生的巫王 为什么魔法风云会跟魔界的合作 会特别挑选这四个人物 以及用这四个场景 绘制成六张一组 能够玩也能够收藏的套牌呢 比方说应该有人疑惑 甘道夫怎么不用他升级成白袍后 圣窥谷之战最后 领着援军从山坡冲下来的画面呢 会不选这个画面 当然是有他的用意的 所以接下来 我会针对这四组卡牌画面 说明他们背后的故事跟意义 首先要介绍精灵中战力最强的凯兰崔尔 想知道他为什么是第二季元末以来最强精灵 可以看谁是魔界最强精灵王的影片 魔法风雨会这次跟他有关的场景套牌 主题是凯兰崔尔的力量 是这几个场景套牌中 唯一没有在电影中演出来的 只看魔界电影 你会找不到凯兰崔尔展现他强大战力的地方 圣战时期跟凯兰崔尔有关的战斗有两个 一个是抵御东方多尔戈多 联合摩多元军的半兽人大军 黑暗军团曾经在短时间之内 三次入侵了罗斯洛利安 我在矮人是不是没有贡献的影片中也有提到 因为电影只演出安都因和西边的战事 就会让人误会大河东方的凯兰崔尔 瑟兰独一跟矮人好像都没在做事 事实上东方也打很凶 对战局的影响也很重要 另一个是魔界被毁 索伦败亡 接在老公凯勒蓬之后 彻底摧毁多尔戈多的战事 不过这其实就是让黑暗彻底消失的善后 临终狠狠补一脚 影响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次的场景套牌 很明显就是前者 魔界还没被毁掉 凯兰崔的领导罗瑞安精灵 保卫黄金森林的战争过程 有没有发现左上角还有树人 这边看一下地图就知道 打爆爱心格 让萨罗曼哭出来的树人 他们的法共森林 就在罗瑞安西南边不远处 深受威胁的树人参战也不意外 不过伴兽人大军也如同长颈牌下方的模样 畏惧痛苦哀嚎 因为凯兰崔尔庇护下 他们根本就是来送死的 凯兰这么强 一来是他受过维林诺双胜数的加持 是当时候中途受国仅存的光明精灵 二来有跟维拉梅利安所需的渊博之势 再加上水之界南亚的力量 多尔哥多大军根本无法突破黄金森林的屏障 最终没办法和摩瑞拉伴兽人 还有联谋联手 等于说在中途大陆中部 有一块坚不可破的屏障在 让索伦的阴谋无法得逞 虽然我觉得这副场景牌 已经有把凯兰崔尔 运用水之界的力量表现出来 但如果电影能够把这段演出来 华丽的特效应该会让大家 把对凯妈的崇拜印象 再往上拉伸一个等级 毕竟伴兽人大军是进攻了三次 但三次都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个时间点是在3019年的3月 距离电影中 魔界远生队到黄金森林拜访 也不过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 凯兰崔尔不只站立顶尖 智慧跟杜亮也是中途最顶的 就拿远生队进入黄金森林来说 当凯勒棚知道 炎魔苏醒 还让甘道夫不得已跟他同归于静后 他当着金丽的面 大骂巴林 进入摩瑞亚唤醒一魔 根本愚蠢 这是很给金丽难堪的 但凯兰崔尔用矮人与安慰了金丽 才让金丽被这位金丽的美丽跟善良折服 事后他预言甘道夫将会回归陨生队 请求巨英之王关赫把甘道夫带回黄金森林 并因为萨鲁曼的叛变 认为甘道夫早已取代他成为巫师领袖 把白袍送给他 也就是说啊 电影没有演出来的很多细节 背后其实都有凯兰崔尔的介入跟帮助 再来第二个要讲的就是亚拉钢了 基本上魔戒圣战啊 亚拉钢是从头打到尾 几乎是无意不语 每一场战役他要嘛是总大将 要嘛就是MVP 强调一下 原著里的乐狗拉斯表现 其实没有电影那么精彩的 亚拉钢不只是当时最强人类 表现也不逊于甘道夫 但这样会有个问题哦 如果要从诸多战役中 选出他表现最突出的 该选哪一场呢 光是看电影 他也是重大战役 必有亮眼表现 魔风场景套牌 选的是圣窥谷之战 我认为是相当合理的 这是二部曲最关键最精华的一战 由萨鲁曼旗下的强兽人 伴兽人 还有一些跟洛汉冲突已久的 登南德人为进攻方 趁夜强袭守在圣窥谷号角堡的洛汉人 洛汉这边虽然有亚拉钢等人的帮助 但敌我兵力相当悬殊 援助是远生队铁三角 还有西幽顿王指挥的 一千名洛汉忌兵 包含了他的外甥伊欧默 而电影中的乐狗拉斯是说 他们只有战力参差不及的三百人 要打一万人 而且电影中啊 这一万人全都改成了强兽人 虽然后来有两百位 前来支援的罗瑞安精灵 但处境可能比援助更绝望 此时是亚拉钢用坚定的意志 搭动了众人 宁死也不愿放弃任何一点逆转的希望 电影的呈现相当精彩 有把一万名强兽人在浩角堡前 要把堡垒拆爆的危机感做出来 乐狗拉斯跟金利虽然能够虐怪 但数量这么庞大 就算是他们也不可能一一挡千 西幽顿王虽然没有退缩 但眼看情势艰难 还得顾及在深处避难的老弱妇孺 也只能下令守军撤退 城墙被萨罗曼用魔法制造的炸药炸破后 众人撤退到浩角堡中 亚拉钢去找西幽顿王商讨防守策略 不免感到绝望 西幽顿说 浩角堡从来没有失守 但现在他也没有把握了 哪里有什么堡垒塔楼 可以耐得住数量这么多 仇恨这么深重的敌人呢 然而亚拉钢决定杀出一条血路 西幽顿欣然同意 他们就这样印着响起的浩角声 往外冲到城外血战 坚持到黎明 才看见了甘道夫率着千名左右的西谷骑兵 从山脊冲下 击退了萨鲁曼的大军 圣盔谷之战 如果没有亚拉钢在阵中 用他永不言败的仁皇气势 稳住军心 在前线喝退敌军 西幽顿王内心也不免被绝望给打击 魔风这组套牌也可以看到 使他手持重铸的安都瑞尔圣剑 斩伤了无数前来进攻的敌军 呈现了一夫当关 万夫莫敌的气势 帕拉诺平原之战时期 他虽然也召唤了灯哈洛的亡灵 消灭了昂巴海盗 掳获了战舰 赶去援助刚躲的危机战况 后来的黑门之战也身体力行 在看不到希望的黑暗中 坚持到魔戒被毁 但这两场战役 我认为都不如他在圣灰谷的表现 不仅全程打好打满 还硬是把战线延长到白袍甘道夫的出现 彻底逆转了战况 真的是这一战的超级MVP啊 第三个场景 是代表三级神麦牙势力的甘道夫 在帕拉诺平原之战的表现 这一战毫无疑问 是他在魔戒圣战时期的代表作 当然可能很多人印象最深的 是他在一部曲 凯撒多姆之小跟炎魔同归于境的画面 这也是经典 毕竟队伍中唯一有权柄能够跟炎魔一战的 只有同等级的他 这个场景套牌上次的卡包有出过了 虽然有他才能够保住在摩瑞亚的远征对其他人 不过毕竟这战的结果是以历劫而死作收 而且直到易如帮他复活 才有后来的白袍巫师 所以大概也很难说是他表现最亮眼 最有发挥的一战 圣葵谷之战 他率领西谷祭兵救援 虽然成为逆转战局的力量 但毕竟不如从头打到尾的亚拉钢等人 也称不上是生涯代表作 帕兰诺平云之战就不同了 尼纳斯提利斯遭到摩多大军围攻后 首先是重伤的法拉末被抬回来 摄政王迪奈瑟看到儿子昏迷不醒 彻底绝望 打算跟着儿子一起死 所以把整座城的指挥权 转交给了不放弃希望的甘道夫 城外的摩多大军在猛攻 索伦旗下最可怕的奴仆戒林 也架着飞兽在平原上空飞翔 动扬守军的士气 大战初期 西欧顿王的六千洛汉骑兵还没有赶到 亚拉钢等人也还没有搭着海盗舰队赶来支援 白城上下一片绝望 是甘道夫在绝望中坚持着 不眠不休在城门间来回巡视 以火之戒的力量鼓舞守军们 攻城锤破门后 只有甘道夫毅力在巫王面前 敢跟他对峙 这部分我在甘道夫那支影片也有提到 电影改成他被巫王击倒 真的有损老甘形象 之后 洛汉援军终于赶到 巫王才飞离白城 转身对付洛汉大军的步伐 场景排折呈现了甘道夫骑者引擎 用法术对付在天空飞翔的戒铃们 电影这边则是力量巫师 秀了一波近战无双的杀敌法 比较没有在用法术 所以才会有种甘道夫明明是巫师 却不放魔法的大哉问 总之这个场景套牌 特别呈现了甘道夫用法术 立抗戒铃的英勇形象 尽管戒铃有黑之吹袭 让人重病绝望 但刚夺将士在他取代 狄奈色后的鼓舞领导下 依旧奋战不屑 因为有他全心捍卫 岌岌可危的刚夺 才让人类王国 没有一开始就兵败如山倒 正是他的坚持 守住了中途世界的光明希望 正派最强的三位介绍完了 最后当然就是反派最强大将 AKA索伦头号副手 安格马乌王 魔风也把他在空中 号令戒铃跟米纳斯魔孤大军 进攻的威风模样表现出来 时间点比甘道夫那个场景 还要再更早一点 要不是洛汉骑兵及时赶到 以及后来雅拉钢率队救援 帕兰弄平原之战真的是胜算渺茫 乌王本身是连他自己手下都畏惧的存在 九戒铃骑着飞兽在空中包围白城 大军在城外用弩炮射出会爆裂的黑魔法箭矢 城内士兵非死即伤 没伤的也被上完的恐慌状态啊 然后可有乌王咒语的葛隆德攻城锤 在乌王喊了三次恶咒 撞了三次之后 号称牢不可破的城门也被摧毁 后来洛汉大军赶到 一度连哈拉德凌人的猛马战队 都要败给西欧顿王 结果呢 乌王一个起身飞到战场 抓住敌军的松懈时刻 一击就让西欧顿落马重上 如果不是伊欧文 应验了当初葛罗芬戴尔 对乌王克星所下的预言 你猜猜战况会变成怎样 大开会变成 洛汉士气大蝶 被黑暗大军反打一波 接着乌王飞回白城堆付甘道夫 这时怕是甘道夫一人也无力回天 两个最强的人类国度 画下据点 那这一战肯定就变成 即灭掉了北方亚尔诺王国之后 乌王最风光的一战 没有人类的对抗牵制 佛罗东要在十天后毁掉魔戒 恐怕也是不太可能 从乌王的过往战绩 几乎是不用怀疑 他能够帮助索伦统治整个中途大陆 聊完魔戒圣战时期 战力最强的四位 分别最有发挥的表现 场景跟影响后 是不是又想重温一次 魔戒三部曲电影跟原著啦 这种中世纪剑语魔法的旅程跟战争 要拍得比魔戒更有气势磅礴的 还真的不多 而且魔戒还是20多年前的电影哦 放到今天来看 依然让我很振奋跟感动 这当然是多亏了托尔金老爷子的妙笔 给了我们这么宏大的奇幻世界想象 回头来看 魔法风云会这次的新产品 也是再次唤醒的魔戒明星中 对中途世界的向往跟悸动 像这四组场景图 一包就直接把完整六张牌都给你了 想要收藏的人 就不用特地再去买卡包来凑 是不是超有良心的 而这些合作卡牌啊 是魔蜂跟托尔金后代谈成的合作 授权费用一定不少 也不可能永久授权 理论上就不太可能同意 一段时间过去可能就绝版了 我认为魔戒明是肯定要收的 更别说这绝对是官方授权下 魔戒最棒也最有价值的周边商品 那有些人只想要图 不想要魔封卡牌上面的文字 他也有提供没有文字的纯绘画卡牌 一个场景盒 另外还包含了三个卡包 除了这四组精美的场景盒 11月3日推出的特别版巨增补充包 也包含了海量的全新插画跟特殊闪卡设计 给大家看卡牌图 这次可以拿到三种不同绘画风格的卡 最左边是魔法风云会独有的特殊排光卡 中间这个卡面是鼎鼎大名的奇幻与科幻风格画家 西尔德布兰特兄弟所画的 台湾或亚洲观众可能不清楚 这两个兄弟在国外超级有名 他们创作过无数的书籍插画 也画过广告宣传画 电影海报 漫画跟卡牌游戏的插画 所以被大家熟知的就是1970年代开始 替托尔基年历绘制画作 还有帮星际大战电影创作海报 最右边的是经典的美漫海报风格 连卡片说明也用同样的风格呈现 是不是很特别啊 其他别出新采的特殊冰框跟闪卡设计 我就不多说了 都算是魔风的卡牌传统 如果你喜欢魔戒 想要收藏魔戒的周边 那我真心推荐魔法风云会 中途世界传奇 11月3日最新推出的巨增补充包 跟4个独特的场景盒哦 而如果是没有接触过魔法风云会的新手 喜欢魔戒 又想要体验卡牌对战的乐趣 也可以买数战补充包 只要两包就能够快速开始游玩哦 真心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聊魔戒系列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帮影片按赞 分享给身边喜欢中途世界的朋友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阿秋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